又到了凤凰花开季节 华联县私立思维高中 4号上午举行毕业典礼 现场贵宾云集 纷纷向毕业生们致上诚挚祝福 也勤勉同学们持续充实自我 精进学业 成为国家栋梁 华联县私立思维高中 在4号依照举办的113年毕业典礼 毕业生们齐聚同心堂 重现了思维传统特色 市维长 这次总共有271名毕业生 他们除了缔造452人 赤的全国性奖项 升学质量更是在创新高 而现场贵宾云集 也给予毕业生们 满满祝福与勉励 我们在大学学测 普通科考出了 最高级分数57级分 让思维成为全花莲为二 有上57级分的学校 我们的科大繁星 每个学校都有15个名额 就四为推好推满 而且还全上 其中更有9位荣登国力科大的金榜 是花莲最闪亮的成绩 还有技能检定 以秉籍证照的取得的张数 比全体毕业生的人数还多 在运动竞技上 一连爆回了两座 全国高中联赛棒球和女来的冠军金杯 三年内 重写了四为60年效史的记录 我今天看到我的第一届 完成带完三年的孩子 学有所成 我非常骄傲 宝贝们 油箱的油已经加满了 请开足玛丽 往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勇广值钱 随着毕业歌声响起 同学们也向自己的高中生涯正式告别 场面温馨让人看得潮鼻酸 而BSM们也满载市长的祝福 勇敢航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